秀宁香同门村的榕树公墓9月14号公告族人们可以进行起决先人墓地 乡公所兵杖所规划有一分地要作为纳谷墙设置的基地 也希望族人们在明年7月之前可以配合乡公所进行起决 找日来解决目的不足的问题 为了解决秀宁香同门村榕树公墓目的不足的问题 去年度获得部落会议智商同意权 宁香公所兵杖管理所也在9月14号正式公告族人们可以开始取决了 在公告当天也邀请基督长教会和听主教的牧师和师父们来祈福 尊重部落族人们的信仰中心 同时也开启了新建纳谷墙的政策 在去年的109年9月17号的时候 我们有召开部落资商票决 也经过部落族人的同意 让我们建置公墓纳谷墙的相关事宜 目前我们是针对同门村榕树段370地号的部分 局部面积来做相关纳谷墙的建置事宜 目前该墓地已经饱和了 几乎是没有地方可以葬了 所以我们第一阶段就是要先做墓基取决 火化到临时纳谷的相关程序 然后经现场我们这边有做取决的范围 取决范围大概有一分地 然后经查调部分有63区墓基准备要做取决的相关事宜 这部分也感谢村民的配合 然后我们这部分也有在积极在推取决花的说明会 也取得部落相关共识 那我们预计的我们取决时间大概从今年9月14号到明年的6月30号这段期间 那公所是以讲补助的方式 由家属自己去找 找事宜的葬仪涉业者来做相关的取决火化到 知识临时纳谷贵的相关事宜 这部分公所不介入 是由家属自己找葬仪涉业者来做相关的后续的 取决火化的相关程序 那也希望说为了让公所的政策能够推行 也希望各位村民能够多多配合 然后配合我们的土地更新再利用的政策 知识临时公所并在管理所所长林杰文表示 由于规划一分地要作为纳谷墙的设施 同时也请当地的修林下面代表副主席赖惠美 和副主席的帮忙和族人们进行宣导 能够在规划的范围之内取决完毕这些目的 希望在明年度7月能够取决完成 这阶段完成之后 公所才能够进行规划那股墙作业 也请祝我们能够多多配合 早日解决 记得准备休想不到